你在里面干嘛呢 什么叫你进来通不好 你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呢 快上完的时候 我准备走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我隔壁间有 那个下面那个缝隙 也有伸出来一个手机 然后它是屏幕朝上 然后有空点开着的 然后当时我并没有惊动它 我就保持冷静 那个后来敲开门之后 它自己出来把手机打给我们看 就打死招的就说我们没有偷拍 那么物业的管理是有问题的 那你像这个保安好 就拿这件事情来说 他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个事 那也就是说他脱离岗位的时间 也是很久的 那难道就是物业这边 就没有去对他们的在岗 去进行去检查吗 让我们气愤的是 物业一会儿把责任 提给开发商 一会儿把责任提给房东 那谁来保证我们今后的 办公场所的安全呢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